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闻叛惊奇 我是大宇 那我们今天呢 先讲讲李佳琪还有苹果发布新iPhone的事 然后再讲有关习近平的话题 大陆那位著名的带货网红叫李佳琪 大家都知道他 太有名了 我就不用介绍了 在中国大陆粉丝上亿啊 长期霸占带货一哥的称号 我在美国的好朋友都有他的粉丝 还向我推荐 特别是去年6月4号的前夜啊 李佳琪在自己直播间展示了一块 坦克型的冰淇淋蛋糕 导致直播中断 他的节目因此一度停播 不过那次事件呢 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本来中国年轻人很多都不知道六四为何 因为啊 当局的封锁太厉害了 中国的家长怕自己孩子童言无忌啊 出去瞎说实话 所以在家里都不讲中国发生过六四 这么大一件影响历史进程的 该放进教科书的事件 在中国呢 就处于这种半蒸发的状态 结果呢 那次停播事件 让李佳琪上亿粉丝啊 都在问为什么 通过各种私下渠道 翻墙上网或者舆论暗示的方式 结果一下子啊 全都知道了六四是什么 由此呢 我也喜欢叫李佳琪为坦克哥 可是呢 坦克哥呀 这两天又点爆了一个话题 如果说上次是有人所谓的故意陷害他 那这次完全是李佳琪自己找的麻烦 对粉丝太不尊重啊 教育起了自己的观众 事件大家应该都有所耳闻了 我就不赘述了 就是他9月10号直播呀 卖一支单价79块钱人民币的花稀紫眉笔 有位网友吐口而出 太贵 结果呢 李佳琪立刻翻脸 就笑于那个网友说 你嫌贵 哪里贵了啊 你自己工作努不努力啊 工资涨没涨啊 等等啊 结果呢 此言一出 另一票粉丝瞬间黑脸 认为李佳琪这么说太伤感情 有的网友啊 呼喊 我养你三年 你嫌我穷 由此呢 又闹出新的风波 他又道歉 又开直播送赠品 又怎样的 要挽回影响 但在新一次直播中啊 却被不少网友的买不起三个字刷屏 不过呢 我个人相信啊 李佳琪是能够深深吸取这次教训 今后继续做好 毕竟啊 1992年出生的他 也算是年少成名 精力有限 难免有的时候说错话 而且年纪轻轻就年赚18亿 似乎很难理解更多中国普通人的辛苦 实际上呢 这次他能闹这么大风波也跟中国目前的 4月份突破20% 6月份达到了21.3% 这还是中共官方发布的数据 实际数字呢 应该是更高 北大副教授张丹丹经过研究啊 觉得应该把1600万躺平的 很老的这些青年呢 都算上 那这样的话呢 仅今年3月 中国青年失业率就已经达到恐怖的46.5% 而当月官方公布的是多少呢 只有19.7% 我们都说中共会数据造假 那从这点上看呢 可见一般 其实他公布的数字已经很高了啊 就可想而知 社会实际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到今年7月 他们可能呢 也是觉得编无可编 干脆呢 暂停公布失业数据 很多年轻人就算高学历都找不到工作 面临不小的生存压力 只有国内政治折腾带来的无望之灾 也有随之而来的 好多外企纷纷在中国以外建设第二生产线 减少在中国的投入也有关系 连苹果这样长年跟中国合作 在中国生产手机的巨无霸媒企都在这样做了 9月12号 美国苹果公司举办新机发布会 推出了四项新品 iPhone 15系列 Apple Watch 9 还有Apple Watch Ultra 2 还有Type-C版的AirPods Pro 2 其中呢 iPhone 15除了有很多的性能更新 包括使用钛金属边框 让iPhone更轻更坚固 使用了3nm打造的A17Pro芯片 上面有191个晶体管 6核心设计 速度提高20% 相机的功能也有扩展 那么除了这些性能更新之外 iPhone 15是首次有部分手机的生产是在印度 这是苹果 富士康等众多企业 从中国往外分散生产地之后的结果 您今年再买iPhone 15 很有可能会买到印度生产组装的苹果手机 在12号正式公布之前 iPhone 15已经在印度量产 苹果公司也有计划在2025年前 将印度生产iPhone的比例 提高到25% 其他如iPad Apple Watch还有AirPods等 也将陆续在印度生产 顺便说一下 有些人考虑安全因素 早就建议苹果不要在中国再组装 但即便是别的国家生产组装的iPhone 也建议您在开机之后设置 不要把系统设置成简体中文 那样容易把数据跟中国大陆的数据中心连上 刚刚咱们说的都是别人卖产品 现在插播一段业配 说说我推荐的产品 还是面膜 咱们男主播卖面膜 主打的就是一个人生逆袭成功的励志故事 谁说男人不能卖面膜呢 下次我跟团队商量一下 什么口红粉底美瞳镜片 咱们都可以尝试对吧 之前几期节目呢 我推荐的德国Derman Roller 玻尿酸补水面膜 销售的就很好 目前正在补货 并继续开通预售 那蓝莓优品网站呢 又进了一款全新的面膜 是韩国K Gardens的产品 它是根据朝鲜医学名著 冬衣宝剑的传统配方研制 纯天然植物制品 价格上比高端的Derman Roller面膜更有优势 但品质一样很好 目前有三类 一类是以白韶药、黄菱根、桑白皮提取物制作的美白面膜 还有牡丹、扶妞花、鸡松绒、蓝芯果提取物制作的 能够紧致肌肤的抗皱纹面膜 以及采用植物胶原蛋白、薏仁还有春果提取物 帮皮肤恢复营养弹性的胶原蛋白面膜 大家可以点击我今天节目下方的链接来购买 有85折优惠 库存数量有限 要买的话请您抓紧时间 同时您使用XWPAJQ折扣码 在蓝芯优品网站上 所有商品都能得到85折优惠 其实呢 那么热热面膜 一周可以用一两次 同时多用K Gardens的纯天然植物面膜 这样搭配使用效果更好 以后咱们要是有机会见面呢 希望看到各位都有一个吹痰可破的肌肤 一副盛世容颜的面孔 好 现在咱们继续今天的节目 刚才提到苹果把生产线外移 现在印度已经开始生产iPhone15 在外企看来 当今中共的政策极为不稳定 三年清零更是让外商乃至外国政府 都坚定了要转移生产线以避险的决心 将让中共跟西方的关税对抗 还有中共自身推出的诸如《反间谍法》之类的行动 都令外国投资者不再看好中国的经商环境 特别是中共不知脸疼 《纽约时报》在12号报道说 中共方面禁止部分公务员 还有国企员工在工作中使用iPhone 这种做法是又给中国本就降温了的经济 泼了一盆冷水 而疑似新评女儿习明泽推特账号的MyMoment 在12号又在那里揶揄于苹果手机 他展示了最近几年苹果手机Pro系列的背面设计 没有太大区分 他就暗示说苹果没什么创新 说这是美国所谓打压别国创新和进步的原因 其实习公主要想知道iPhone好不好用 可以问他的妈妈彭丽媛 也可以问原来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赵公公 他翻墙看黄推、发推文 用的可都是苹果手机 而最近中共的华为在受到美国制裁 貌似无法取得海外先进芯片的情况下 推出了全新的Mate60 Pro 5G的智能手机 似乎又给一众小粉红打了鸡血 这不是中共国创新达到什么新高度 而是对如何窃取外国关键技术 还有山寨、船机的办法又有了新的领悟 华为Mate60 Pro中出现了两片韩国海力士芯片的模块 而海力士是依赖美国技术的厂家 消息一出 韩国海力士赶忙澄清 自己没有违反禁令 那华为的海力士芯片哪来的呢? 先在外界推论 这是他们在美国禁令生效前囤积的 这也意味着Mate60能生产多少新机 取决于他们存了多少美国技术的芯片 另外彭博社在一篇有关Mate60的报道中 提到TechInsights对这款华为手机的拆解 发现这款手机中的麒麟9000S处理器 效能接近台积电7纳米的制程 是中芯国际制作的 那么中芯国际还没有对应的生产7纳米晶片的光刻机 这样的处理器他们怎么制作的呢? 因此美国政府也正酝酿对中芯国际展开调查 第三点 中芯国际用的是旧的制程来制作的 接近于7纳米制程的处理器 硬件用的还是生子外光刻机 按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专家苏子云的说法 从目前中共的技术水平来看 这并不是什么重大突破 而是把已有硬件性能发挥到了极致 现在是勉强拿出来秀一秀 而对于他们生产的芯片良率并没有公布 而现在普遍认为中芯的这种芯片良率很低 制作成本比较高 品质稳定性也很有问题 因为不是用相应制程技术生产的 很可能出现过热和耗电的问题 甚至有电子击穿的隐患 所以目前的华为Mate60就是用来打鸡血的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 就像中共的航母辽宁号 是早年从乌克兰买来当旅游景点的东西 原本停在大连海岸的港口卖门票 后来被拿去改不改吧 当成自己的第一艘航母 但战斗力能如何呢? 随后又推出什么山东号、福建号 都存在实际的战力问题 是习近平推动的政治大跃进 民族主义打鸡血运动下的产物 与50年代末的超英赶美的大跃进 大链钢铁本质上一样 但毕竟 华为Mate60手机被大陆渲染成什么 中国新崛起的代表 要跟苹果手机分一杯羹等等 制造出这么些宣传噱头 所以还是割了一批韭菜 在国际上也在闹声势 可是问题在于这种声势能持续多久 自8月29号发布之后 现在已经有华为Mate60用户上网诉苦 相关买主提到 要入手Mate60的人要谨慎 网上很多体验是夸大效果、增加噱头 他自己买了之后用了三天 不管做什么 只要手机屏幕是亮的 手机就是热的 直接变身暖手宝 这用户体验跟以上咱们提到的专家警告 完全是对应的 他的芯片不是用达标的硬件设备制造的 必然造成过热 而那名推友继续说 自己买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智商税 还有爱国税 说自己都真的很想退货了 而之前在中国大陆做过 微博审查员的刘立鹏 则发推点到了最关键的一点 他在推文中把Mate60写成80 应该是故意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 无论如何 买了华为手机 就等于把一位华为员工请回家 用笔和纸记录你的所有隐私 这是最重要的一点 无论你怎么吹捧 中共产出的手机 对用户是百分之百无死角的监控 其实我都替华为担心 在用户不用手机的时候 机身都在发热 那会证明什么呢 证明习大大无时无刻 不再欣赏自己的韭菜 茁壮成长 走到欣平这一代 中共已经经历了五个主要的领导集体 其实每一代都在割韭菜 有些人因为欣平做得很烂 开始怀念共产党治下的过去时光 真的是完美诠释了比烂这个词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熟悉中共体制的法学教授袁洪斌 在近日就对大纪元说 现在有一些人很反常吹捧过往 但实际上 中共在改革开放之后 历任党魁都是以腐败的国家权力作为轴心 以权钱交易为润滑系 以对中国数亿农民工奴工 血汗劳动的几十年的剥夺 以对中国土地上的自然资源 还有自然环境毁灭性开发利用 以这些作为条件而实行的市场经济模式 袁洪斌把它叫做中共权贵市场经济模式 他还提到 江泽民时期还发生了21世纪 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个人权灾难 那就是对法轮功的全面的大迫害 其实六四也是改开之后发生的 中共的这种经济模式注定无法持续 他指出到了江泽民统治末期 中共政权实际上已经造成整个社会的大溃烂 由国家权力腐败导致的社会道德的溃烂 而目前呢 习近平开始走上老毛的原教旨路线 因此呢 他对目前的中国经济危局 居然是看得很开 美媒《华尔街日报》9月11日报道说 今年6月起 中共高层与经济学家 连续召开了十几次的闭门会 弥漫着焦虑的气氛 但习近平对他们的意见是无意采纳 知情人士说 习在意识形态上倾向于紧缩政策 可能把首要任务呢 从促进经济增长 转向国家安全等其他问题 实际上啊 说转向权力安全 还有个人生命安全才更为精准 台湾上报9月9日报道说 南非警方证实 在8月份的金砖会一个月以前 北京就从中国运去了 习近平会使用的全套家具 包括杯碗、床、床垫、窗帘等一系列物件 彻底重建了一间总统套房 分析人士呢 并没有把这指向习近平要摆扩 而是为了自身的安全 务必做到滴水不漏 我们上期节目呢 跟大家讲过了 根据权威可靠的消息来源 习近平身边也有高人 所以他非常相信预言 对于历代预言的非常准确的推背图中 在预言当今时间的部分 有一幅图 是一个头上长着树苗的小孩 拉满弓箭 对着前面一个帽子上插着羽毛的人 这幅预言图很有意思 头上长着树苗的小孩 就是木子二字 为李姓 那个帽子上插着羽毛的人 可以指向正体的习字 上面就有一个羽毛的羽 这就是说 一个姓李的人 可能会对习不利 要暗算他 而习近平对所有预言都有研究 这幅图他不可能不知道 因此原火箭军司令李玉超 不由分说的被他怀疑 直接给撤掉了 现在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 最近两周也不见了 外界都在问李尚福哪去了 美国驻日大使伊曼牛尔 9月8日就发了推文 说外长秦刚不见踪影 接着火箭军司令李玉超音信全无 现在国防部长李尚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而独立视频人蔡慎坤在决7号X上发文说 今年新上任的国防部长李尚福 因为涉嫌贪腐还有严重的伪计被查 但这个消息尚待确认 不过我们现在能知道的就是 秦平现在是一心要保命 不管国际社会对他看法如何 他都要把自己怀疑的人用各种理由拿下 包括预言书上暗示的可能姓李的人 那么李玉超李尚福这两个中共高层军人接连不见 就连李强也被挤兑 9月10日 习近平继续独霸人民日报前两版 而在他出席G20峰会的中共总理李强的消息 则只被排到了第四版 相关的新闻联播 30分钟的节目有20分钟在报道习近平 涉及李强的部分不到4分钟 不知道李强何时也会人间蒸发 他不仅姓李而且强字 而且强字带弓 推背图里也说有意军人身带弓 最后可能会扶金剑入地弓 类似的还有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又霞 张自李也带弓 而又与右谐音 正所谓左膝右东 推背图中讲东边门里扶金剑 也说了自言我是白头翁 张又霞名字里没有白字 可是他在中央军委里 正好名字排在习之下 习是白字底 所以张的名字上正好顶着一个白字 习大大一看可能会觉得 这张又霞作乱的机会可能更大 亲中共海军军官姚承说 那个李尚福就是张又霞提拔的 下一步不排除习近平会搞张又霞 其实最近出事的太多了 还有王毅 韩恋超12号发推文说 王毅最近居家写检讨 没有陪同李强出席G20 下去的联合国大会可能也不会去 但是像G20那么重要的会 没有外长陪同是很罕见的 不管王毅写没写检讨 他没有陪同李强出席G20 下去可能缺席联合国的会议 可都是大媒体报道出来的消息 看来王公公很可能也是有事儿了 新平疑心越来越重 这是中共的坏消息 可是却对很多人来讲是好消息 这是专制政权的自我瓦解之路上 必然会发生的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拍影惊奇 别忘了买面膜 更多节目信息 您可以查看我们的置顶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